花林县养猪协会举行年度会员大会 现场许真卫亲自出席也表扬了十位毛猪基优供应人 现场表示县政府透过全县禁用厨与养猪推广鱼菜共生系统 还有菩什格生殖能中心 要确保猪肢健康 同时也减少畜牧产业对环境的污染 要兼顾产业发展还有环境保护 花林县养猪协会举办年度会员大会 现场许真卫亲自出席并且表扬十位毛猪基优供应人 现场许真卫首先感谢农委会 续厂会以及中华民国养猪协会 重视花林养猪产业的发展 群木产业与环境保护共存 共好以及共融 让产业持续与土地连接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防治非洲猪瘟的时候 真的很紧张这一件事情 但是还是感谢大家 第一个毕竟花莲的养猪是一个内需的市场 我们除了之前路客没有来 那时候整个租资是 是这个整个内需市 内需没有那么大 所以必须要再到外地去 然而现在因为这个整个 整个我们的经济 或者是整个我们的控制 我们的计划经济 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各养猪户 大家一起的配合 那另外对于我们现在民众常常检举的 我们也很头痛的 就是异味的问题 异味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用推动厌养的部分 来这个协助大家如何在你的猪舍 能够保持干净 然后又要这个大量的用水去冲刷 让我们猪舍干净意味不出来 而它之后的分尿水的去处 去挖在哪里 就是要做我们的这个硬氧槽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花林县环保局会辅助给大家来做 当然农友也要自行负担一些 然后之后再把枣渣枣意做农业的使用 分量那个农业的使用 所以我们有一个示范场 就是陈理事长里面有个示范场 之后他做主菜工生 那意味就减轻了 所以现在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在往减少意味 让环境更能够这个比较干净 而且比较明亮的方式来走 所以我们在今年 向农委会争取了这个改善 我们的这个防射或者是设备的部分 所以在有2900万 农委会辅助2900万 那我们农友也要有部分的自行负担 所以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垫高的部分 这样子让我们农友在冲洗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现在许多表示为了保护畜牧残月 以及防范非猪猪瘟 县政府从108年1月10号开始公告 全线全面禁用处以养猪 为了全台第二个实施禁止处以养猪的正式的现实 在畜牧业者的大力配合之下 成效是相当良好 花年线环境保护局也推动玉体证三名畜牧 粪糊料资源化处理计划早期发电设施 明年预估可以减少畜牧废水排入河川近8万吨 并可减少3000吨二氧化碳排放 有效运用畜牧的废水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